经过这几年的观察呢 黑五期间是咱们下手买软件的最佳时机 价格在一年中呢是优惠力度最大的 前不久Tallpets Labs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软件叫做PhotoAI 它的标准售价是199美金 那这就和咱们之前介绍过的三件克套装呢 是同样的价格了呀 这个三件克套装指的就是它原来那三个软件的打包 降噪的Denoise AI 锐化的Sharpen AI和超级像素Gigapixel AI 所以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帮大家梳理一下 这四个软件的功能有什么区别 什么时候会用到它们呢 效果真的好吗 总之呢看完这个视频 您就知道买哪个更适合自己了 咱们呀别花冤枉钱 一句话简单概括这四个软件的区别呢 就是PhotoAI 它是三件克的集成整合版本 它把那三个软件的功能呢 合并到了一个软件中 利用自动驾驶模式帮您自动去分析 该在什么时候打开哪个功能 并且呢它也可以去批量处理照片 那至于这几个软件的后期处理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下面咱们就对这些功能作为一个对比 让您对操作界面呢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这张呢是我上回测试富士XHR的时候 拍摄的一张鸟 在Lightroom Classic当中 对暗部提高了曝光 所以您看产生了比较多的噪点 点击在PhotoAI当中编辑 启动它的插件 那由于我打开了自动驾驶功能 所以软件呢会自动的来帮我判断 这张照片需要哪方面的修复和提升 那经过几秒钟的分析呢 它选择帮我消除噪点 这确实也是我最想要的 可以看到右侧消除噪点 Remove Noise 这个选项呢已经自动的打开了 这个最终结果呢 我也还是挺满意的 当然如果对这个结果不是那么的满意 还是可以通过右侧点击滑块 手动调整具体的参数 那这边它是和D-Noise AI的操作方法非常的类似 同样都是有自动驾驶功能的 那如果在D-Noise AI里边 您只是用它的自动模式 那确实就不如用这个PhotoAI了 毕竟它还同时集成了其他的功能吧 咱们先来看一下在自动驾驶模式下的处理结果是怎么样的 左侧为D-Noise AI处理的 右侧呢是PhotoAI处理的结果 那如果咱们单从这个主体鸟的位置来看 那这两张处理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 但如果咱们细看一些细节的纹理的话呢 就会发现PhotoAI的自动化处理结果呢要自然很多了 尤其是这个树枝的纹理它的保留要更好 所以从自动驾驶模式的PK来看 那么PhotoAI的效果呢要更好一点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组通过手动调整后的效果对比 那经过我精心的手动调整 可以说呀让他们俩的结果几乎看不出太大的差别 所以呢结果的比分呢是不分高下的 但如果咱们从这个整体的操作过程去看呢 PhotoAI仅靠两个参数来调整这所有的效果 而Denoise AI呢可以预览多个模型运算的结果 从中选择较为满意的一个 然后呢再去进行一个手动的微调 所以Denoise AI在手动调整的空间上要更大 它的调整的精准度呢就要更高了 那当然这也会对专业知识和操作难易度上就会有了更高的要求了 其实在这个Denoise AI当中呢也是可以进行锐化处理的 那么如果您平时对锐化没有过高的要求 那么Denoise AI一个软件就可以满足同时取噪点和锐化这么两个功能 它呢也是我平时使用率最高的软件 那么Sharpen AI这个锐化专用软件还有什么用呢 它的作用是在于AI的分析模型会更多 针对性更强更准确 比如说咱们拍的时候有可能就手抖了 那就需要这个动态模糊功能 或者呢拍的时候有那么一点没对上焦有点可惜 使用它呢也是可以进行挽救的 再有就是镜头本身素质不是特别的高 老镜头画质偏软都可以使用这个Sharpen AI进行轻微的修复 而这些功能呢在Photo AI当中的选项相比较来讲呢就少了很多了 但就我平时使用的情况来说呢也是觉得还够用的 而在这两个软件的处理结果上 我感觉也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当然如果您是主拍鸟动物运动类的这种高速题材 那么Sharpen AI可能是您使用率更高的一个软件 噪点消除和锐化这两个功能如果过分的使用 就会让照片变得色块化很严重 细节丢失的非常厉害 那如果您打算搭配使用Denoise AI和Sharpen AI的话 那么在去噪点的时候就尽量减少它那个锐化的调整 甚至于把那个参数归零不要进行锐化 之后呢再使用Sharpen AI进行操作 那这样效果呢会更好不叠加 那么Photo AI由于它集成了这两个功能 在后期的时候如果它自动判断只判断了去除噪点 没有添加锐化 咱们手动去打开了锐化功能 那它的效果可能就会有那么一点夸张了 需要注意搭配这两个模块 手动调节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平衡点 所以说无论是否依赖于自动化的处理 只要是想让照片可以处理的更好 那么学习手动调整参数呢是永久不变的终极目标 后期是这样 前期拍摄也正是如此 科技为咱们带来了方便 大多数的照片处理问题不大 它的优点呢就是快 但是当遇到了某些极端的情况 不同的题材 那么人工智能暂时还无法代替我们聪明的大脑 其实在这个PhotoAI的软件当中呢 还有一个它独一无二的功能 叫做Enhanced Resolution 也就是将照片的像素有一个提升 当我们只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画面确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张照片放大之后呢 就会发现色块感特别的严重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呢 大概率是不会使用这个功能 但是呢 如果你的照片只是把它分享在网络上 不会放大做打印的处理的时候 其实这个功能还是挺有效的 可以让原来的照片呢增色不少 但如果是打印的话 我的个人建议是尽量比较谨慎的去用它 GIGAPixel AI这个软件呢 说实话买了之后 一年了我一次都没用过 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到它呢 当照片大面具被裁切之后 那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尺寸 或者说回到咱们照片原来的尺寸 那就会用到它了 再有呢就是扫描胶片 修复老照片那种翻拍 会利用这个软件进行放大 总之呢 跟打印相关的需求 可能会更多的用到GIGAPixel AI Foto AI当中的Recover Faces是三件客套装里边没有的一个新功能 我感觉这个功能啊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磨皮的效果 脸部做了单独的处理 增加了皮肤的质感 亮度也有了轻微的调节 通过手动调整 可以减轻它自动化操作的那个结果 让效果看上去啊 不是特别的生硬 那尽管如此 这个功能并不能提升细节的画质 或者说和原照片的清晰度差别不大吧 但是呢 它的好处是可以批量处理操作 所以我认为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比较简化版的微磨皮的效果吧 首先呢 在购买Torpass Labs的这几个软件前 您需要知道以下几点 第一 所有的软件都没有中文的操作界面 但是它的使用方法呢 其实还都挺简单的 都带有自动化的设置 点几下就能完成了 属于零基础就能操作 第二 所有软件都可以作为插件使用 它支持Photoshop Lightroom Classic 和Capture One 在操作的界面当中呢 您可以直接的启动 然后处理完成之后 它会自动的返回您原来的软件里边 但是如果您没有再使用这三个软件的话 它们呢 也是可以作为单体独立操作使用的 那由于Luminar Neo 也推出了自己的降噪和锐化插件 那么下一期呢 我会来对比一下 作为Luminar Neo的用户 您是该买Torpass Labs 还是Luminar自己的软件 第三呢 所有的软件都是可以批量处理的 那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是很需要这个功能的 第四 在高像素有关的处理功能上 比如说使用Gigapixel和Photo AI当中的尺寸更改功能 会出现闪退问题 那就测试这么会功夫 我已经遇到好一次闪退了 最终我都崩溃了 所以您在购买前呢 还是先免费的试用一下 看看自己的电脑 能不能跑得动 再决定购买 比较好 从操作上来说呢 Photo AI的优势就是在于操作简单和快捷 即便对摄影后期完全不了解 也可以通过全自动的操作处理好一张照片 对人像摄影呢 来说也有小小的帮助 虽然它是简化版的功能 在手动微调下呢 基本上也可以达到日常大多数的需求 所以比较适合不想在后期花费太多的时间去精修的小伙伴们 如果您的需求和我非常的类似 拍摄风光比较多 偶尔拍摄一些鸟动物或者是其他的题材 那么Denoise AI这个软件可以说是必备的 只买它一个就够了 但如果您拍摄鸟动物或者是运动高速题材比较多的话 或者说您使用的镜头是那种老式的胶片镜头转接的 锐度不是很高 那么Sharpen AI也是值得购买的 这两个软件都是非常适合后期精修 对降噪和锐化有更高要求的小伙伴们 至于GIGAPIXEL AI 如果您不是有特殊的需求 我平时喜欢疯狂裁切照片还要打印什么的 那这个软件可买可不买 基本上我一次就都没用过 Photo AI属于是今天刚推出的软件 黑五会不会有折扣 咱们就拭目以待了 我会在评论区随时更新折扣信息的 大家注意看一下 顺便说个事啊 在我登陆这个Talpass Labs的网站 准备下载Photo AI的时候 发现每个软件下边啊 有个时间仔细研究一下呢 我才发现这些软件啊 确实是付了费就可以终身使用 但是它这个时间呢 是说从您购买的那一天开始 一年之内免费更新 也就是说有了新版本 咱们就可以去更新 但是过这个日期 这软件啊还能继续用 但是呢就不能更新了 再更新就需要每年交一个更新的费用 这一点啊让我有点不太开心了 合着这每年还得再花九九美金 但是呢我又仔细的回想了一下 其实过去的一年之内呢 这几个软件好像压根也没更新过几次 目前呢我还想不出 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花样 会导致我以后就没有办法继续使用这个软件了 无非就是更新不了嘛 所以呢我想明年不续费的话呢 应该问题也不大 等遇到完全不能用的时候再说吧 不过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那就是以后的事了 到时候呢有情报的话 我再来给大家汇报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爱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